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月8号2023年 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最主要是谈论一份研究报告 我们也知道 惠瑞的口服药Pixelovic的推出以后 被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接受并使用 世界卫生组织呢 也认为它是可以治疗新冠的 现有的最好的一个选择 而中国的卫健局呢 也把这个药物呢 列入了他们的治疗方案里面 但是呢 这个药物呢 至今为止呢 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问题 像我过去谈过的 关于它的富洋的问题 和药物冲突的问题 但是呢 一般的认为呢 对于年纪比较大的 有基础疾病的 它的效果应该是挺好的 但是呢 这里面的有一部分人呢 对这个结果呢 还是有一定疑问的 所以呢 各种的临床的 不管大的小的都有 但是大部分的呢 来看的话呢 对于这个药物的有效性 还是肯定的 虽然数据有不同 有些是80%几的有效性 也是60%几的有效性 但是大致上来说的话 都认为这个药物有效的 一直到现在 中国呢 出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是这样子的 这篇文章呢 是在 2月5号 2023年公布的 它的研究的时间 是2022年的 4月10号 到5月19号 那个时候呢 是在上海爆发的时候 是上海五家医院的 一个汇总 他最后呢 选择了264人 这264人里面呢 132个人 只是进行一个 标准的治疗 而另外132人呢 除了标准治疗之外 还使用了Pixlovage 那么我们也看到 他们的平均年龄 是标准组是69岁 而Pixlovage的组呢 是71.5岁 所以这个年龄上 差别并不是很大 而且确实都是高龄 男女的比例呢 基本上也没有多大的差异 标准组呢 是70个是男性 62个是女性 而Pixlovage的组呢 72个是男性 60个是女性 在身高上面 差异也不大 都基本上在1米65左右 体重上面呢 也差别不大 都是基本上在644公斤 感染的时间呢 也差不多 都是三天左右 所以从这个选人上来说的话呢 这两组的选人的方式 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精确的 那么呢 他们把这些人进行了对比之后 然后在第28天 他们看看这两组人的情况怎么样 那么呢 这两组人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有非常严重的基础疾病 其中呢 有心血管疾病的占了53% 两组都是一样 糖尿病的占了36% 37%左右 其他各种慢性疾病的都有 所以这些人都是有非常严重的基础疾病 然后呢 在28天之后 他们的数据是这样子的 对于标准组的话 就是没有使用Pixlovet的那个组的话 有8人死亡 而用了Pixlovet的话呢 有5人死亡 如果说是 按照住院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住院死亡人数的话 标准组是9人死亡 而用Pixlovet是5人死亡 也就是3.79%和6%之间的差异 那么呢 这个最后呢 大家应该看到 确实有一些死亡的降低 就是使用药的那个降低 但是呢 他从统计学上的角度来说呢 他说两者之间是没有差异的 这个我过去老实讲过了 从那个数字上有差异 并不一定有差异 我们要做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讨论 那么统计学上发现呢 这两者之间的没有差异 所以说呢 他们的结论呢 在患有严重合并症的住院成人 新冠患者当中 第28天 Pixlovet使用者的死亡率风险 和新冠核酸清除时间 没有显著降低 那么另外一句话呢 就是Pixlovet没有什么效果 那么呢 我觉得呢 作为一个科普者 我需要把两边的不同的数据 都要告诉大家 让大家呢 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然后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 自己做一些决定 我不想一免倒 一直说呢 惠略是什么样不样好的 那么毕竟中国出了这个报告 而且这个报告 从总体来说的话 不管从选人来上 还是整体的那个调查来看的话 都很符合标准 那么我觉得需要和大家谈一谈 大家如何解读这篇报道 那么这是大家自己的事情了 我只是做一个科学的 或者说科普性的一个解读 好了 谢谢大家 祝大家都健康